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在10号更新了口罩指南 建议当地的民众除了佩戴医疗用的口罩 还可以在外面搭配一层布口罩 双层防护 如此一来不只能够改善贴合程度 也能够确保口罩紧贴脸部 但是不建议用两个医用或者是N95口罩 那么事实上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他一直以来也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 来戴口罩保护自己 不过国内的医生就提醒了 购买医用口罩之前 要先确定认证是否符合标准 切记一定要完全的掩盖住自己的口鼻 而脸部的两侧不留缝隙 这才是完整的佩戴方式 才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 过年期间出门在外 不管是走春行程还是采买年货 口罩成为基本配备 美国CDC最新研究建议当地民众 除了佩戴医用口罩 可以再搭配布口罩双层防护 对此国内医师指出 如果外层尺寸较大 就能更完整的保护口鼻部位 有效降低病毒传播 不支布口罩或是医疗用口罩 要有缝隙的话 其实它没有保护力 所以之后再加一个布口罩的一个情况 是要加强这两边跟这一边 还有这边的一个附着 让空气以及一些病毒的威力 不会因为这些缝隙而进入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10号更新口罩指南 建议如果在一次性的医用口罩外头 再戴上布口罩 能够改善贴合程度 确保口罩紧贴在民众脸部 但不建议两个医用或N95口罩 同时叠在一起使用 两层的医用口罩 由于它的一个尺寸一模一样 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大于另外一个的话 它的覆盖面不足的话 其实还是会有缝隙 所以一次戴两个其实蛮浪费的 但透过两个不同尺寸 这样才能够互相弥补 鼻子之间会产生的一个缝隙 医师也提醒口罩必须在完整服帖 以及正确佩戴的状况下 才能发挥最好功效 切记一定要完全掩盖口鼻 脸部两侧也不留缝隙 就不怕新冠病毒透过飞沫乳情 记者陈子凡 陈欣顺台北报道 我国在今年上半年 包含国外采购跟国产 大约会有1025万剂的疫苗可以使用 有民众就很好奇了 这是不是代表距离完全开放边境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呢 有医生就认为了 即使台湾有疫苗 到了明年春节 还是没有办法出国过年 因为全世界不太可能 就在今年就达到群体免疫 另外以国内拿到的疫苗数量来说 年轻人在短期之内 还是很难打得到疫苗 我国小林夜纯节报 宣布与美国莫德纳药厂签约 加上COVAX提供的AZ疫苗和国产疫苗 台湾预计在上半年 就能有1025万剂的疫苗可以施打 但有精神科医师直言 即便有疫苗到了明年春节 还是无法出国过年 关键就在疫苗的施打率 以第一线的医护来说 施打医院只有65% 代表不少人对疫苗的安全性 仍有存疑 即便等到五六月迎来保护力 比较高的莫德纳疫苗 目前台湾也只买到505万剂 像是年轻人跟小孩 恐怕都还打不到 优先族群其实是医护人员防疫人员 就是怕没有疫苗而已 如果今天我们有疫苗足够的疫苗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打得完 即使国内人都能接种疫苗 全世界要在今年达到全体免疫 也有一定难度 有民调机构调查 全球接种新冠疫苗意愿最高的国家是英国 但像是把国人就对疫苗抱持高度怀疑 甚至有44%的人表明巨打 而像是国人爱去了日本 还有抢到亚洲开打投降的新加坡 民众接种意愿都不高 因此有意识认为 要是去了疫情严重的国家 还会体心吊胆 不过也有人觉得不需要这么悲观 如果我们自己打上疫苗 我们身上有抗体 我们去那个国家 即使它没有流行 我也不会得啊 未来能否如愿出国 还得看有没有足够的疫苗量 以及能否产生有效抗体 短时间内恐怕还有点难度 今年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过年的气氛跟往年比较起来 是没有这么热络了 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今年台北市取消了年货大街 除夕这一天迪化街 比起以往人潮少了很多 有店家就说 这个人潮至少少了七到八成 但是有业者表示 因为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选择在家里头煮年菜的民众是增加了 所以他们年货的整体销量 还是非常的好 另外还有除旧不新必备的春联 今年的买气也比去年更好 就是希望能够一扫过去一年的疫情 阴霾扭转乾坤 大师提笔现场辉豪 春联上写着扭转乾坤 祝福牛年运势 迪化街上摆订十八年的春联摊位 民众为官抢购 卖气比往年还要旺 疫情的关系吧 大家想说转个运 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差不多我们这边都被很多都被买光了 牛转乾坤牛市畅旺 民众买春联也买个希望 想挥别过去一年的疫情阴霾 不过也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今年台北市停办年货大街 迪化街跟往年比起来 少了人井人的景象 有业者感叹人潮至少少了七八成 民众也觉得年味似乎淡了些 就感觉人比较少 就觉得比较冷清一点 没有那个过年的感觉 但也有业者表示 虽然除夕这天人潮不如以往多 不过今年疫情影响 选择在家煮年菜的民众增加 整体年货买器还是维持一定水准 年前一个礼拜到十天前 会买的就一定是会出来采买购买 另外像是瓜子果干 开心果等等 过年最夯零醉 也有不少民众趁着围炉前 先来采购一番 就买这个给家人吃啊 那个我爸爸喜欢吃这种辣的东西 然后这个好久没看到了 少了年货大街加持 迪化街虽然略显冷清 但也有人觉得这样逛起来挺舒服的 还是把防疫做好最重要 接着周一婷才如台报道 迎接农历新年 肉干 香肠等猪肉制品 都成为了半年获得首选 只是今年开放莱猪进口台湾 不少的店家虽然都贴出了标章 标榜使用台湾猪肉 但是就怕有不效业者 贴出了标章还偷偷地卖莱猪 因此就有立委提案要修正食安法 要是厂商标示不实的话 或只要把这个罚款的上限 从原先的四百万元提高到八百万元 更有立委认为还要加付刑法 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希望能够有效地遏止不效业者 年节一到肉干店涌现人潮半年货 送礼自用两箱仪 市场里处处可见猪标章 业者打包票绝对使用台湾猪 但会不会出现标章跟肉品来源 不一致的状况呢 做生意还是得讲究诚信 但就怕有万一因此有立委提案 应该祭出重罚遏止不效业者 现阶段食安法 针对厂商标示不实 可处四万到四百万元的罚还 但民进党立委赖瑞龙指出 应该加重处分 把罚还上限提升到八百万元 国民党立委万美林更提到 应该要在既有民法刑则之下 加上刑罚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我认为对于进口商跟大盘 甚至于中盘的加强的击合 这个部分才是真正的重点 在这样的一个肉品上面的标示呢 去做混淆 或者是去做造假的话 我们赞成要与重罚 开放莱猪已成定局 现在要护食安 朝野立委转而透过提案修法 安民众的心 这位邱小学生台北报道 往年春节假期 东部住宿是以防难求 不过今年受到了疫情的冲击 东部旅宿业的定房率大幅下滑 其中宜兰民宿的定房率只剩下三成 至于花莲饭店 虽然还有八成的定房率 但是相较于以往 还是少了将近两成 疫情的影响之下 也让今年的春节假期显得格外冷情 趁着春节假期 一家人来到东部游玩 而住宿地点首选民宿 因为其实饭店它反倒它的群聚会比较高一点 反倒民宿那群聚就这样比较干脆 疫情当前就怕群聚会增加传染风险 家长选择住在民宿 不过还有更多民众干脆不出门 选择在家过年 年代东部旅宿业的定房率大幅下滑 欧年来说 那时候过年是都接近满旁 接近满旁 今年还是两小三成就不错了 小年夜的话 基本上是大概是五成左右 高峰期的话是在初一 初二 初三这三天 那基本上大概都八成左右 过去东部住宿总是一房难求 今年却显得较为冷清 其中宜兰民宿的定房率只剩下三成 至于花莲民宿及饭店 虽然还有八成的定房率 但相较以往还是掉了将近两成业绩 今年比较特殊的是 临时的散客会比较多 目前来讲 花莲现在很多的民宿饭店 应该都还有空房可以去做预订 虽然疫情重创旅宿业 但业者不悲观 期望近日疫情趋缓下 散客愿意踏出户外 到东部走春旅游 这综合报道 都在一起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